我是Olivia 我很榮幸得到CII跟我們合作 將會搞一些CII exam program 接下來會有兩個行先 就是Award and General Insurance 和Underwriting 當然還有一系列 不過我們當然慢慢慢慢推出來 那個Pathway會慢慢慢慢踏上去 我們今天就很高興有CII的代表 Kenny Alfa和Alvin 他們都很業心的 很希望能夠將業界的地位提升 能夠和各位同學分享他們的knowledge和經驗 我不多說了 我只是開開開幕 今天的重點當然是Terry Terry是Fellow的CII 亦都是CII Hong Kong的Market Advisory Group Terry很有經驗 他會講講CII裏面的program的內容 Industry裏面的recognition 不得不提 我最近都去了一個consultation session 是QF資力架構那裏講的 他都提到一個Pathway 如果是to be a manager 或者是senior manager 在insurance裏面 associate和Fellow CII 是highly recommend的 prefer的 如果你想在career裏面 再提升一層樓的話 真的要徹底要考慮一下 拿這個資歷 還有你知道現在insurance of quality 是積極地提升業界的地位 還有希望能夠是 將它更加專業化 去無存清 所以一定真的要讀多 這方面的知識 還有拿一個經歷 那好吧 我不說了 請Terry出來和我們分享一下 你的經驗和expertise 好 謝謝 好 謝謝Olivia 我再一次多謝大家 今天來聽這個考試前的preparation course 其實在preparation course 開始之前 我們其實整個課程究竟是怎樣行 我們會在今天這個preparation course 裏面的時間 我們會高呼那條路怎樣行 我們又講一下CII 一些鮮為人知 鮮為人知 我們今天在這裡高呼一下 CII是一個什麼機構呢 為什麼我們講保險專業的時候 要去認識CII 還有為什麼它在市場 或者認受性這麼高呢 其實我們了解一下它的背景 還有了解一下有些故事 我們聽一下 CII是一個什麼機構 聽就聽得多 如果是我們業界的同業 大家都不會對它陌生 今天有一個video 大家肯定未見過 因為暫時今天是首播 所以在這個首播裡面 你們可以認識一下CII這個學院 這個學院是怎樣的 我們先看看這條片 英國特許保險學院CII 是為從事保險和財務規劃人士而設的專業機構 我們的宗旨是建立公眾對業界的信任 人生充滿風險 這些風險 時刻都影響著我們的資產、收入、健康和財富 保險不能消除損失大量的痛苦 但能夠建立到財務的復原力 幫助恢復生活 保險和財務規劃行業 每天都為個人和企業提供保障 CII在全球擁有超過12萬8千人會員 引數持續增長 我們會致力提升全世界的保險和財務規劃的專業標準 我們的會員 具備高質素的技能和誠信 而且關為客戶 他們是CII學院和學會的一份子 鼓勵業界彼此合作 我們向會員傳授嚴格的技術 市場和監管知識 協助他們為客戶提供專業服務 CII頒授全球認可的專業資格 配合現代化流動科技 提供實用、廣泛、與時俱進的專業進修課程 適合在職業生涯各階段的人士報導 CII運用英國和全球的學院網絡聯繫會員 我們有數以千計的義工團隊 協助我們為會員提供參與聯誼和社區活動的機會 在亞太區 CII香港協助企業向僱員傳授技術和專業知識 幫助他們建立競爭優勢 還會定期舉辦持續進修培訓課程和願意活動 我們的領導團隊一直引領多個社會性及多樣化項目 以及與其他專業機構通力合作 支援更廣泛的市場發展計劃 CII的宣言是標準、專業、信任 未來我們會更現代化、與時俱進和多樣化 CII的皇家憲章要求我們確保和維持公眾的信心 要堅守這個使命 CII需要凝聚業界的力量和你的參與 CII究竟是服務什麼機構和一個什麼機構 我們看到它的Logo 它下面有說到它是世界最大的一個professional body 我們說是金融界 它是全球最大的一個專業的機構 而它負責服務在哪一個社群呢 我們看到它服務保險業界的社群 包括保險公司 包括中介人有booker 也有代理、有agent 除了保險這個業界之外 它始終都是一個最大的金融機構 所以其實它在金融服務行業裡面 它都是它們的服務對象 有什麼呢 有銀行渠道的保險 有投資、有證券、有退休 即是一些資產管理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金融服務行業 都是它們服務的對象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下一頁 所以它的接觸面 不只是在保險所熟悉的一個範疇 而我們再闊一點說金融行業 金融服務行業 都包括我剛才所說的一部分 好了 CII 我們先看看它的徽章 這個徽章 這個徽章 看到這個徽章很漂亮嗎 這個徽章其實是代表了這個機構 而這個徽章 這麼漂亮的徽章其實是有意思的 CII 很多做財產保險 或者一般保險的人 對它一定一定不陌生 但是很多人都著重了財產保險那邊 那人壽保險關不關CII的事 其實這個徽章就說了 這個保險的知識 包括涵蓋面是很全面的 並不是我們把它分成財產 財產保險和人壽保險 我們看看那個徽章 這個徽號最頂的部分 有沒有看到一團金色的 有沒有看到一團金色的 你知道那團是甚麼嗎 你猜一下它是甚麼 你覺得它的象徵是甚麼 有沒有一團火在這裏 這個真的是一團火 這團火代表甚麼 火險 火 火 安全保險 中間那三個歐 你看到這三個歐 你想起甚麼 船拋那個樓 這個是Marine insurance 好了 那個歐的上面和下面 都有兩條平衡線 是一條鏈來的 平衡鏈 你知不知道它又代表甚麼 風險和保險 我們兩者之間要取一個平衡 這個平衡鏈其實是講意外的 是有個意外保險的概念 意外 而下面那一束 我們看得像西蘭花 但其實是小脈束 這束小脈束是甚麼 人壽保險 有沒有看到那些人壽保險 也有個類似的logo 這個人壽保險 其實這四個 這個徽章就已經涵蓋了 CII那個保險的範疇 的知識 是四大類 火險 水險 意外保險 以及人壽保險 而CII這個名字 我們中文有個中文翻譯 中文翻譯大家都可以知道 它叫做特許保險學院 特許保險學院 而這個特許保險學院 這個名稱是哪裏出來的 是何時出現的 1912年的時候出現的 而1912年之前 這個學院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有很長的故事 但我今天就簡單 這個學院之前其實是經過合併的 一間叫做愛爾蘭保險學會 和阿北列甸 阿北列甸的保險學會 兩個合併一起 後來呢 經過一個皇家憲章 就將它定了做特許保險學院 在1912年 那好了 那現在我們的CII那個 整個學會的全球 的情況是怎樣呢 我們有12萬8千名會員 在150個國家 每一年呢 都很多人去考試的 每年有7萬5千人 去參與這個CII考試 成功考獲證書的人有多少呢 每年都有1萬8千張證書派出去 大家數一數數字 全球150個國家 有12萬8千個Member 多還是少啊 不是很多 全球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 這個數字停留在12萬8千 不是82萬1千 那為什麼呢 有沒有聽過一些 跟CII考試相關 由我入行 97年 我不介意告訴大家 我97年入行 由我入行到現在呢 一直這個說法 都在市場上 是沒有間斷過的 跟這個12萬8千有關的 跟這個12萬8千有關 幾個字解釋了 很難考的 所以為什麼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全球加起來 只有12萬8千呢 因為很難考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一直 市場 參與過考試的同行 又或者 嘗試過 旅敗旅戰的 得出來的這個結論 但其實我可以這樣說 當時呢 我們去考越洋 考英國的事 沒有現在的科技這麼發達的 沒有網站 我們的通訊 Email 都已經很先進了 那時候還要Fax 就是按IDD的Fax 那資訊方面呢 其實比較間斷的 所以你要去考它的事 和要了解它的情況 是很難拿到資訊的 但今天呢 不同了很多了 今天呢 其實有網站啦 有Email啦 有很多通訊的方法啦 Face to face 面對面的都有啦 那所以其實 今天你要拿取 就是收取這個資訊呢 已經是方便了很多 再說 這個是一直是 英語體系的一個機構 在一個地方呢 都集中在英語體系的 但如果呢 大家今天回家 試試找 在一個search engine的時候 找CIIHK 那CIIHK呢 你會見到什麼呢 中文的網頁 你一開始就見到 中文網頁 就是說 以往 我們 超過一百年 一百年歷史蠟燭的地方 Hack Porter在倫敦 這個是Insurance Hall 就是CII的總部 一說Insurance Hall 那大家都知道呢 其實我們就是在說 這棟建築 這棟建築的中間的位置 就掛了這個廢章 而它的總部在倫敦 我一會兒講一下 為什麼在倫敦 為什麼總部 這麼重要的總部 會在倫敦有關係 一會兒講 其他呢 見到它的regional office 有什麼呢 有杜拜 有印度的孟邁 都是講英語體系的地方 難得呢 由它的headquarter 到regional office 之後呢 我真的想highlight它 但我又不好意思 是不是 好像很偏心 香港 香港 香港這個地方是什麼 很獨特 香港是什麼體系 是什麼語文體系的 可不可以說是 單純說是中文 又說單純說是英文 大家都不同意我 是中英文交集的一個體系 是不是 也代表什麼呢 也都代表了 其實CII 已經去到另外一個語文體系 也都很重視當地 中文語文體系的地方 的人才培育 和教育水平提升 等等 我們眼睛都放到那裡了 所以呢 為什麼在倫敦 杜拜 萬米之後的office 就是在香港 很獨特的地方 我們對香港這個地方 也都有很大的使命感 要將這個專業的水平 帶到給中文體系的 一個很大的 我們不用市場去形容一下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生意 我們用一個地方 我們就說 中文語文的地方 帶到 你在地圖那裡 很容易見到 它的板塊佔了多少 是不是 好了 我們下一頁了 是啊 剛剛我想說 倫敦 我們說了這個 CII有一個使命 那個使命 跟它1912年的時候 那個頒布是絕對有關係 一個皇家憲章頒布是有關係的 那這個皇家憲章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CII成立的時候 是要經過一個申請 也要經過一個審批 而那個皇家憲章 就是要經過英女皇審批 同意成立的一份文件 就是說 CII不是一般的機構 不是你說自己好像 成立一間公司 然後定了自己的章程 那就是一間公司了 不是 而是經過英女皇 申請同意 而它這個定位是什麼 它這個定位是一個 要服務當時的普羅大眾 服務大眾一個使命 而這個使命呢 有三個 背後三個意義的 第一 標準 它要說什麼標準 在行業裡面呢 它們給自己一個很大的使命感 就要定立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怎樣呢 要將保險知識 將保險的能力 標準化 令到這個行業呢 我們都是有一致的水平 那它要影響是什麼 影響的不是今天 影響是今天 明日 和將來 都作一個很長遠的 一個標準化的 一個使命感 另外呢 這個水平 大家去認可是什麼 是一個專業的 就是說我們去擁有這個學歷 或者我們擁有這個資歷 那個專業的水平的認受性呢 其實剛才在開場白的時候 Oliver已經說了 很多在資歷架構裡面 尤其是去到一個什麼階層的時候 都有要求 你希望是ACII FCII 一些專業的水平的要求 這個就是認可 整個行業認可 而且 一百年 百多年 你猜出了多少個 ACII FCII 就是說由百多年到今天 那個 那個水準有沒有變得 沒有啊 依然我們追求的 都是在這個水平 所以為什麼說英國是難考呢 從來都不會因為希望人多 降低水平的 這個所以它的標準 永遠都是在應該要有的標準那裡 不會因為它遷就 想多些人 就將那個標準降低 這個是英國考試的特色 是不是 另外就是 Trust 王家憲章頒布的時候 除了是經過英女王審批 它還有一個 還有背後一個意義的是什麼 背後的意義呢 就是要 令到公眾 對保險這個行業 這個專業的知識 要有信心 有信心 就是說 它的信心是什麼 剛才涵蓋了前面那兩個部分 那麼你對 擁有CII的這個資歷的人呢 你對它有沒有信心啊 有 我們看一下 這三樣東西呢 我們回頭看看 剛才 除了我說那個張輝之外 CII有個logo 就在前一頁 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logo 這個logo是什麼意思 你見到什麼 我想問大家 你見到這個logo 見到什麼 我們如果想認識那個學府 通常由他的logo 認識一下 因為所有的意義 所有的理念 其實完全反映了logo 那裡 既然這個是一個保險學院 這個是一個保險學院 說的是風險管理 那麼你看看 這個劍 劍通常都是很危險的 給人的感覺 你看看 劍拿著那裡 有什麼拿著劍 有隻手 你們沒有看錯 的確有隻手拿著劍 但是為什麼這隻手 不是拿著劍柄 是要拿著刀刃的呢 為什麼呢 好像很傻 那拿著就受傷了 這個就是保險裡面說 他很相信 我們是要減低風險 就是說 我們在保險裡面 我們不是怕他 我們不是怕他 我們是要把風險 減低 所以他很有信心 地騙在刀刃裡 因為他很有把握 就是風險 可以減低的 另外呢 在我的 右邊 看到一隻動物 好像動物 一隻什麼動物 獨角獸 獨角獸 這個獨角獸有代表的 另外我左邊 看到是什麼 看到不看到 好像獅子 因為他進化了 是一隻英國的獅子 英國的獅子 另外一邊 愛爾蘭的獨角獸 其實這兩隻 都很有靈性 獨角獸很有靈性 獅子很威猛 其實代表了 剛才我說 在CII 即特許保險學院的前身 是兩個協會 兩個地方 這個是他們獨特的象徵 兩隻動物中間 好像有一本書 這本書有什麼意思呢 書是講知識的 書是講知識的 而CII 它是很著重知識 去提升我們的專業水平 所以那本書的中間 位置在正中間 水平線的正中間 中線的正中間 就是說那個知識的要求 那個地位 是在這麼重要的位置 所以CII是對培育人才 對大家提升的專業水平 是有很大的使命感 在徽章就已經講了 整體呢 其實如果拿開獨角獸 拿開一個獅子 拿開一本書 和把劍 剩下的好像一個 有沒有想像力 像什麼 很對稱的 你看看左右很對稱 中間又有兩個洞 看到兩個洞的空間 像一個 什麼 好像一個面罩 這個面罩其實不是一般的面罩 這個面罩其實是 上戰場打仗的時候 所有的士兵 他們前面都有一個面罩 這個面罩是有身份的象徵 上得戰場戴面罩打的 一定是將軍級別 這個是一個社會的status 以前這個面罩的意思是什麼 紳士 在英國的時候 紳士 有沒有看到他們開派對 都很喜歡戴眼罩 是一個紳士的象徵 就是說 這個徽章 擁有 這個徽章帶給大家 知識 帶給大家 學會風險 減低 帶給大家 有一個 地位 上面有一個 認可 所以在徽章上面 跟我們剛才說過的 mission 我們有什麼 standard 有professional 和有trust 三樣東西 好了 這些就是你要知道 學院裡面 其實帶給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講今天的主題 我們下一張 那好吧 我們既然大部分的 我相信很多人在座 都是保險從業員 或者和保險有相關的人士 究竟保險這個行業 是一個夕陽行業 還是一個長清的行業 那我們看看數字 就知道它是一個什麼行業 還值不值得我們繼續行這個行業 以及在這個行業上面 有提升 如果這個是一個夕陽行業 我今天叫你考到博士都沒有用 剛剛 好了 我們拿回一個 在保監署的數字 2019年9月30日為止 原來香港有162間保險公司 說出來好像不是很多 但是呢 如果162間保險公司 登廣告請人 那你都要看四、五版才看得完 那好吧 那162間保險公司 包括有什麼呢 有91間是做財產保險的 有50間是做人壽保險的 而兩樣東西都加上 擁有的都有21間 所以加上有162間 其實這個數字呢 我入行的時候 是九十幾間的 原來不知不覺呢 保險公司這個行業 吸引了大大話話 就是過去這麼多年 雖然它的數字很慢 因為它也不是一間 就是不是一種 賣普通賣衣服 賣鞋 賣衣服 賣衣服的一個商業的機構 所以你看到它這麼多年 我說的 二十年裏面 它由九十幾間變成一百六十二間 是一個upwork trend upwork trend 那究竟 一百六十二間裏面 有多少人從業呢 其實我經常都說 有多少個從業員呢 我們先看看代理的數字 代理的數字就是 如果是代理公司呢 有二千四百一十三間代理公司 而我們服務的每一個代理人呢 有多少 七萬八千二百四十五個代理人 再加有一些 我們叫做 都是屬於技術員 都是代理人的一種 二萬五千多 加起來呢 如果深算一家 十萬鬆一點 就是代理的 個人 都是得十萬鬆一點的數字 那經紀公司又怎樣 經紀公司八百一十九間 而登記了 在經紀公司下面登記了 是一個技術人員的 是有九千五百零一個 那好了 剛才說不夠 十萬鬆一點 賣衣服呢 加起來呢 有多少個 individual 九千幾個 其實這條數加起來呢 更少個CII的Member 全球我們有十二五百千 但是香港從事保險業的個人 加起來呢 不夠十二萬人 不夠十二萬人 那你說 在這十二萬人裏面呢 究竟那個 究竟那十二萬人 都會有不同的年齡層的 有退休的 有新入行的 但是那個數字呢 很穩定的 一向都是十二萬人裏面 但是其實跟我入行的時候呢 我感覺上 那個數字是少了的 現在的數字是少過我入行的時候的 那個數字是微跌著的 為什麼這樣呢 是不是很難入行呢 還是保險公司不請人呢 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們整個行業呢 我們說用保費來做標準 我們每一年的保費呢 都是向上升的 微微很平穩地向上升 過去那十年 無論你說的向上升的是 人壽保險升幅再誇張些 再明顯些 雙位數字的 那非人壽呢 即是說財產保險的保費呢 其實都是在一個upwork trend那裡 就是說那個行業 和那個需求呢 是沒有跌過的 沒有跌過 那而 行業需求沒有跌過 那公司又多了 那我們精益求精的 希望那些人的水準是 越來越高 公司多了 職位多了 那要的管理層都要多了 那沒有理由 那麼正面的行業 我們不需要人才的 其實我們需要人才是很多的 那在一些報道呢 在訪問一些保險公司的CEO 那些報道呢 他有些慨探 因為那個CEO呢 我和他共識過 在同一間公司那裡 那他慨探呢 就是說我們青黃不折 有青黃不折的情況 那我們需求大 其實那個青黃不折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需求不斷提升 但是入行的速度的人呢 和我們行業需求的人呢 始終是有一個距離 那所以呢 就 感覺上呢 就很難請人 但是呢 如果你擁有 擁有 經驗 擁有知識 這裏面 和保險相關的人呢 每 這裏說的數字 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個jobs 你要記住 它不是民員喔 它不是會計喔 不是每一間公司都需要那些工種的喔 這個數字不少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有一篇報道下 在2019年12月的 有一間保險公司呢 它就講了自己來年 2020年的路向了 它說我們 起碼我們已經是一個很慢的增幅 但是我們要加五百人 很慢的增幅 但是要加五百人喔 慢的增幅 一間公司一開的職位就要五百人 我想是保險行業 才做得到 其他行業都不可能消化到 這麼大的新增職位的數字 是吧 所以這個呢 我們在這個行業裏面呢 其實 我們只會和它一起 一起向上 一起進步 是吧 是一個值得我們繼續去 投入的行業 投身的行業 好 下一張 重點又來了 關我們的 我們今天坐在這裏 目的都是想知道這個framework 想知道這個framework 我已經有充足的心理準備 繼續在這個行業裏做 亦都想提升自己 那怎樣 那怎樣透過CII的課程 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是我們今天重中之重 其實我們看一下 顏色很鮮明 一 二 三 四 五 由這個紫藍色 去到這個橙紅色 有五個階段 這五個階段呢 就是我們CII的五個學歷的層 的一層層遞式 五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呢 就是CII Award 第二個呢 是Certificate 第三呢 是Diploma 第四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Associate 就是說我們Chapter 你如果拿到290個credit 你是我們的Associate之餘 你是一個Chapter的person 接著再往上一級呢 就是我們的Fellow FCII 那好了 這五部曲 五部曲 我們今天講什麼呢 我們今天講 頭那兩級先 是的 待會有少少廣告 在綠色那一級 後邊那些呢 我們就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今次我們集中就是講 你看到那個級別呢 不同的級別 一級一級這樣上去 看到上面有個數字嗎 十五個credit 四十個credit 一百二十個credit 這個是學分來的 學分來的 我們的資歷呢 是用學分這樣累積上去 累積上去呢 達到你哪一個水平的 是重疊的 十五和四十呢 是有重疊的 四十和一百二十呢 中間是有重疊的 不是一個新增的學分 所以說如果我是 拿了十五個credit 就去到四十了 我拿到四十個credit 我只是新增多八十個credit 就去到一百二十了 明白嗎 好了 當你去拿到這一個 我拿到這一個 資歷之後呢 我是不是就這樣 放下手 完成的了 不是的 我們的行業呢 是要持續進修的 我們的專業資格 都是要持續進修的 所以呢 在每一級的資格 那裡呢 你見到 由證書的課程開始 當你擁有了這個 CII的資歷 你是需要 你是需要 有三十一年 一年呢 是要有 達到三十五個小時的 CPD hours 而這個CPD hours 涵蓋 是甚麼呢 補活的 補活的 包括是你工作的時候的 會議啦 工作的 內部的訓練啦 你看的一些知識啦 當然考試當然 當然有很多CPD分 這個可以是CPD的 所以是在網站那裡 就看到那些 內容 我不是去詳細說的 好了 我們再下一頁 今天講重點 那四個課程 剛才那四個課程裡面 第一級 Award Level Award Level裡面呢 有這個 你要記住 Award in General Insurance 是一個Core來的 認識CII的資歷的時候 要分清楚 分清楚兩件事 一種叫Core 就是Core Unit 或者Core Subject 是必須要考的 必須要擁有的 然後有一些叫Option 就是你可以在其他的課程裡面 自由選擇不同的科目 而在Award Level裡面 這個是Core 所以你要踏進 這個資歷架構裡面 你第一個Subject 就是要由它開始 因為它是Core的Unit 而這個Core Unit 高呼了什麼 涵蓋什麼 是一個比較全面的 由理論 由保險的理論 市場 保險的合同 再加做理賠的時候 會加入一些法律原則 直到監管等等 比較全面一點的 整個課程就涵蓋了這麼多 這麼多個小的 小的項目 下一張 你讀過這個課程之後 你就會明白 究竟風險是怎樣運作 究竟什麼是風險 市場上面的保險 市場的 structure 是怎樣 跟著我們講一些很主要的保險 保險的 保險不同 保險專業的一些人 還有保險合約裡面 一些很獨特的 是保險業才有的 legal principles 跟著還會 involve到 legal principle 除了是合約的生效 還會包括理賠的時候 一些原則運用的 直到我們有監管的要求 現時監管的一些要求 都會獨特的 整個課程裡面 你認識了 你在這個課程裡面 就不會覺得 再不知道什麼叫保險 也不會再對保險行業很陌生 那些人的工種是什麼 在這個課程裡面 一目了然 好 那我們下一項 這個課程裡面 講了 最重要呢 這個是我們入門 award level 和3rd level裡面 必經的一個 subject 是core unit 而這個core unit 是15個credits 完成這個core unit 是有15個credits 那好了 award level 除了這個core unit 我們去認識一些optional 有三科optional的 我們先認識一下在後面 那三科optional呢 有一科就是underwriting underwriting 說的是什麼 說如果大家去有核保 我們叫核保 當一個風險 去到本公司的手術 那裡 他怎樣去 怎樣去界定這個風險 究竟我給些 我給些什麼 補費啊 給些什麼補單的條款啊 究竟他逐補的時候 怎樣 cancel的時候 就是整個是一些比較好 我們很實務性的 實務性的一些過程 那你本身如果已經是在這個工作上面的話呢 那你可以知道 工作就歸工作 學術上面正經的 即正正確的一個觀念是怎樣呢 學術我們去知道 學術原來是這樣做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實務性的一個科種 然後下一頁 那經過了這個實務性的工種之後呢 你其實應該是 對不同的保險產品呢 你都知道怎樣去做一個比較合理些 配合公司的一些制度和一些要求呢 其實你應該去可以去 直接在頭身在核保的專業那個門 開始去做一個核保的工作 我們叫做underwriter 好 接著下一頁 而這個optional的 這個optional的unit 它也有15個credit 好 我們下一頁 我們整個理念都知道了 核保也知道了 還有一些我們會關顧到 就是理賠也都在保險行業裡面 一個很大的環節來的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所以在我們這個門 在我們這個入門的課程裡面 都有claims handling的 包括什麼呢 原則 不同的產品怎樣去做理賠 還有理賠的時候要考慮些什麼 還有一些行政 還有一些行政方面 他們需要些什麼文件 還有做理賠除了賠錢給人之後 如果當那個理賠未賠之前 你要懂得計算成本 因為公司賺錢與不賺錢 就不是看underwriting的 是看claims的 underwriting是修補費 但是將保費變成claims payment 是claims department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實務的科總 好下一頁 我們在課程的過程裡面 是將你的實務的細節 在學術上配合我們原則 配合剛才你說的legal principle contract裡面的條款的運用 全部都在裡面 就會過了一片 最後一個我們要講的 是一個optional的 這個都是有15個credit 是一個optional的subject 最後一個我們今天講的就是risk management 先前就是講原則核保理賠 那怎樣去看那個風險呢 究竟那個風險值不值得去做 或者用什麼方法去減低那個風險 分散的風險等等 所以這些risk management是另外一個工種 就是說我們今天那四個介紹的課程裡面涉及什麼工種 一 認知整體的 第二就是underwriting核保的工種 第三就是這個做理賠的claims的工種 第四是什麼 surveyor 就是做surveyor 做law suggestor 四個工種 在這四個subject裡面涵蓋了 好了 聽到這裡的時候 你自己心裡有一個算盤 如果我想去參與 但我又要拿15個學分40個學分 應該怎樣做呢 我們有一個illustration給大家看 好了 這個illustration就是講 剛才我講的Award in GI 那個是一個core 有顆星在那裡 所以一定要有的 一定要有 或者它跟哪一個我們市面上 跟哪一個資歷裡面 我們可以等同它去認那15個學分 就是IIQE的paper1 如果大家是中介人 一定擁有這個paper1的 一定擁有這個paper1的資歷 所以你擁有paper1的時候 你還要不要去 還要不要去選擇這個Award 不用了 等同的了 所以這裡拿到15個credit 然後呢 剛才說sert要多少 Award就是15 你有一科考試合格 那你就已經是Award 就已經是Award 但我們不會這麼快 就滿足一下一科那裡 那當然是走前一步 起碼都拿一張sert 拿一張sert 那就要計數了 15個credit 還不行 我們要有多少credit sert是多少credit 記得嗎 40個credit 那所以呢 如果我已經擁有paper1 那我已經擁有15個credit 那我跟著去tick it for underwriting optional的 risk management 或者claims 我只是考三個subject 如果我有paper1 我只考兩個subject 加上都45個credit 是不是 但其實我講個捷徑給大家聽 不用 不用 不用這樣都可以拿到40個credit 如果你是中介人 你又有paper2 你有paper1加paper2 你可以在optional的underwriting claims 或者risk management tick一個subject 你已經擁有45個subject 你就是CII的了 那好啦 那如果你是保險公司的同事 我不需要考IIQE的paper 那怎樣呢 看到最底那裡 有一個叫做business related degree 那你這個degree 畢業之後 到今天為止 不超過10年 不超過10年 那你可以拿到certain的credit 那這個呢 一定要看一下 因為要去給英國那邊 去看一下你這個credit 你這個subject 拿不拿到credit 還有拿到多少credit 我們舉個例 如果是一個認可的business related degree 拿到25個credit 那如果你已經拿到25個credit 那你差多少 差15 如果你用了這個條件 那你那科是選哪個subject 選擇underwriting 可以嗎 不行 不行 為什麼 你一定要選個core 所以如果你擁有了business degree 的25個credit 那你選擇的選擇 就是award and insurance 因為這個是core 一定要考的 明白嗎 如果你打算自己試一下business related的credit 拿不拿到exemption 如果拿到 那你選個formal 是選award and general insurance 如果你是中介人 你有paper12 那你就選option underwriting risk management 或者claims的一科 那你們就已經是search cii 那花多久時間呢 拿證書 如果往常正常 一張證書的課程 起碼都一年了 你看一下這個時間 由上課到exemption 大概是用8至10個小時 我們今天在這裡說那個 是HKUSpace 搞那個課程是誰 underwriting 和award in GI 他們的課程裏面 7個星期 21小時 每個星期上3小時 那我還預留了一些給你做review的 那就是說 大概不需要3個月的時間 將search cii 找操證券了 而且考試呢 大家不要太擔心 因為這個award level的考試呢 是multiple choice 是100條的multiple choice 那如果合格的racial呢 100條裡面你答到70條 那就合格的了 那在這個level裡面呢 是合格 我們只是看它是不是pass 我們沒有分數去追求的 pass 我說fail 所以在這個level裡面呢 大家有沒有信心 有信心 有信心吧 完成了40個credit 我們向前再賣進呢 就是deep deep cii 而deep cii呢 當中也有core的 core的unit 包括是什麼 法律 就是法律 剛才我們講它的logo 講它的徽章 很重視的法律 所以去到呢 離開了search的層面之後 去到deep 大家必須要經歷的呢 就是一科叫做insurance law 經歷了這科之後 又是有optional去選擇的 這個呢 我們可以留下一次再詳細一點 這樣說 那這次呢 我們再看下頁先 下頁用 對了 到你拿到這個qualification 你可以怎樣用它呢 用得的 不要浪費 你可以在你的卡片 可以在stationary 印的簿 可以在你的email裡面 都註明了你是一個有身份 有位置的 在我們的行業裡面有位置的 你可以印你的那個 Award CII Award CIRT CII Deep CII ACII FCII 可以在你的 在你的名字 在你的工作的崗位下面 的資歷裡面 你可以印出來的 可以嗎 那今天呢 我的illustration 我希望大家都清楚 好 計早自己 心中已經 手頭上有多少個credit 可以下一步 就去怎樣 下一步就去報名了 好 多謝大家 那有沒有問題呢 對你現在手上擁有的 學分 和應該參與什麼subject 如果你有 想法不清楚 可以現在提問的 有沒有 有沒有問題 我想問 如果學分 就不認識 他應該是可以直接 同市家申請的 是 有沒有收費 申請的 申請的時候 是沒有收費的 但是呢 如果申請成功 他已經說 你那個相關的 Degree 是可以有多少個credit 那credit 表面的學分 是要付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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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我拿了Award 那要多久 有沒有時間 去拿7個 再拿 沒有時限 原則上是沒有一個時限的 不過我可以說一個 最驚人的例子 由 什麼學歷都沒有 去到FCI 有一個 我聽過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他花了多久時間 去到FCI 我都想認識一下他 我只不過聽過他的經歷 我不認識他 用了12個月的時間 用一年的時間 由母去到FCI 這個是很極端的例子 非常極端的例子 我講講考試 如果大家去參與考試的時候 我們在Award Level 都鼓勵大家用英文 用英文的 用英文的考試模式 每個星期我們都有考試 如果是英文版本 Award Level 每個星期你都可以準備好 那我就可以去報考試 如果你說 我其實 我其實在考試那裡 好像聽說有中文版本 我這樣講的 有中文版本 是 某一些Award in GI 即我們的WHI 是有中文版本的 不過這個中文版本的考試 一年只是舉辦兩次 一個在4月 一個在10月 一個在10月 所以大家 大約我給大家一個資訊 就是這樣 如果是英文 好了 我聽到一些 材料的書那怎麼辦 上課 我們這個課堂 最快在HKU Space 是3月 就開始有課堂了 3月的課堂裡面 上七個星期 你根本上就不需要你去4月 還是10月 因為那是英文材料 上完課堂 你準備好就可以參與考試了 你的搜尋就很快已經到手了 CPD Fund CPD Fund CPD Fund 是另外一個 我知道 如果考過 考了這個事之後 在報CPD 如果大家是中介人 考試合格之後 是有CPD Fund 可以計算的 舊制就計算了 Full Credit 10個小時 但現在再去報告 就應該是新制 新制裏面 究竟有多少個小時 我現在都沒有一個 很確定的時數 沒有一個很確定的時數 但就一定有 免行 即免那個CPD小時 是有的 是有的 這樣 這個program Extend Cap 是有Online報的 你可以回去 按在電腦上 去HonlineUspace的網站 找CII 可以Online報應 你再看看 今天需要有資料 是不是今天可以有些資料 可以派 派了嗎 已經有了 好 還有大家有沒有問題 如果下一個假期 要不要再重新 7個禮拜 這樣 如果你已經上了7個禮拜堂 那你就問一下 究竟我是中間有不明白 還是 我忘記了 如果純粹忘記了 那你花時間再去看 你7個禮拜裡面學的東西 那你再來 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 我其實真的 放下了一段時間 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需要不需要重新再去上課 那你可以看一下究竟 你當時那個 分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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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補充一下 如果那個考試 真是萬一 考人考 真的不可以 其實可以 從考 從考都很方便 而且價錢 都會有 一半的折扣 從考書一半 是嗎 是 好像考車一樣 是 作為同業員 我有牌照 剛才我見到 Degree的要求 就是要我10年之內完成了 Paper 1 2 是否都有 可以補充 或者是沒有 如果你是 Paper 1 2 的話 那個10年 法律 都是 apply 都是 apply 如果你是 現在 2005 那時候是要是 2005 2005 之前的同事 他 他 就不能 搞 另外我想問 對於 在你心目中 這個體系 我這樣分開 我們的行業 都是有前線後庭 是 你會傾向 覺得 是裝備被軍隊的人 當然 學習就是 應該進步的空間 但你怎樣看這件事 你前線的 還是後庭的同事 會比較多 前線的同事 如果他的對象 是 Agent Booker 那根本上 他們就要 是一個很專業的 要有很專業的 Advice 經常都跟他們溝通 如果我們面對客戶的話 我們怎樣給客戶信心 怎樣 因為他不認識你 可能要花很長時間才認識你 如果在不認識你的情況之後 很多人去 認你是否專業 就看什麼 看你有多少條尾 是不是 這個我很現實地告訴大家 其實 在知識上面 我們有些溫故之身 從業了這麼多年 譬如我有些課程 我講了很多年 但每一次我講的時候 我都有得著的 不是說 我講了一次兩次 我就唸口网這樣說 不是的 所以 可能是一些最基本的知識 就是最考人的 你怎樣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去把你想講的話 告訴一個 你是完全沒有保險知識的客戶 這個就是我們的專業水準 如果你面對一些 大家都是行家的 更加要亮劍 要亮劍出來 大家看看那個水平 其實就沒有分 是前線 還是後勤 因為這個是整體 對你的工作的認識 和你的想法 會不會有突破呢 就看看你那個 其實那個知識 怎樣幫到你在平時工作 和日常 你有些很牢固了的想法 就已經是牢固了在這裏 但是知識會刺激我們的 會刺激我們的 會將那個牢固的想法 會有突破的 所以為什麼我在一個 那麼基礎的課程裏面 我每一次說 我每一次都在學習 不是謙虛的說話 是真的 這樣 還有沒有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多謝大家